廣州的遠景路亦都稱為韓國街 這裡有超多間不同的韓式烤肉 今天就過來這裡吃飯 上面跟大家看看 走走 Hello 又是我 無鱸精貓 這間麻婆烤肉就是我第一次來韓國街吃的烤肉店 以前這裡5點就會排隊 我記得它比較出名就是護心肉 它現在好像開了一間分店在旁邊的 叫做炭火烤 我想應該吃的東西都差不多 但這間是老店 是第一間 這間全周街也開了10年以上 而且在這裡也很難停車 在肯德基的斜地面 它有一個頗大的停車場 不過早來就有遲離就沒有了 在肯德基進去也有很多間店 我之前來吃的就是這間 裡面還有一個魚缸養著鰻魚 在韓國街這間肯德基可以說中間的地標 通常大家約見面都會約在這裡 這間Walbring 其實我就是來吃過牛肉拌飯的 生牛肉拌飯是去年來過的 還有心移路的這間姜虎東六七百 另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們的回憶盒飯 我記得是要整盒搖韻才可以吃的 而且我記得他之前說過 他自己是沒有分店的 看到在姜虎東旁邊 他深開了另外一間叫做魚酸烤肉 因為最近經常游泳 真的很想大膽吃肉 所以今天就約了一個朋友一起吃烤肉 除了韓廟韓餐 其實最近也有不少本土朝鮮族的美食 例如今天吃的這間店 聽聞就是從鹽邊雲春市開過來的 老闆都是朝鮮族人 好奇大家都是烤肉 究竟有什麼不同呢? 進去坐下吧 每次吃烤肉最期待就是有什麼小菜 還沒上肉之前都是吃這個甜度的 吃完烤肉聽到字字聲都覺得好正 最正是不用自己動手都可以吃 看到他慢慢變熟的過程 就會聞到明顯的牛油味 這裡原來是鹽邊的烤肉 它是五包生菜的 跟韓國那種有一點點不同 我覺得這個很特別 這個是洗湯的甜甜的鹹鹹味 我覺得如果加了這些蘿蔔 這些會更加野味一點 好吃一點的 我是喜歡混不同的食物 辣白菜 酸蘿蔔 菜 它細心不會太油膩 而且真的很清爽 酸酸辣辣的 但是我覺得本身點這個已經很好吃了 我也很喜歡混醬 好像這裡有一個豆瓣醬的味道 還有一個燒汁 合在一起都很好吃 而且它的牛味都很濃 然後這一大桶是乳酸菌水果冰花 裡面除了有酸奶 還有各種的水果蔬菜 這個殼真的超大 天氣熱煮一盤其實也挺解暑的 沒吃過這些東西 吃完剛剛那個排骨肉 現在就到牛扒了 光看樣子已經覺得很有吃肉 這麼快又可以再次開餐了 好肥啊 我最喜歡吃這些肥膩的東西 它比剛剛那個更肥更油 而且它這個是醃製過 所以它本身有一點蜜糖的味道 還有這份是乳酸菌爽口麵 其實我覺得有點像那種涼拌麵 而不同的是它的麵真的很幼 之前吃的會粗一點 我等我先拌勻它 是有雪梨、青瓜和酸蘿蔔一起吃的 它的麵是這樣的 好像牛份包著 原先以為它小小的一塊 誰知道現在撥開了之後 原來是這麼大的 很爽口 而且我喜歡它的味道 不會過甜或者過鹹 然後有我喜歡的醬蟹 它的樣子真的很有吃肉 我要馬上試一試它 其實它有點像潮汕那種生煙蟹 不同的是它是用這些醃醬做的 所以它裡面已經有味道了 味道是甜甜辣辣的 如果你喜歡吃生煙和刺身 就一定喜歡吃它 這麼快牛午飯又搞定了 肥到滴油 包著各種小菜洗衣服真的很好吃 身為食肉手 每次吃蝦肉都覺得很滿足 好了 現在就吃完出來 我覺得都蠻好吃的 吃完之後真的都有一種想法 想去鹽邊走走吃吃 現在就吃完飯了 想散步 順便去逛逛附近的韓國超市 它裡面有些火雞麵 還有新拉麵買的 這隻香蕉牛奶之前很熱的 這裡還有年糕 你可以買回家自己煮 而且這裡還有些煮年糕的醬料買的 可以用來拌飯和拌麵 這裡還有一些醃好的食物買 白菜、海帶等 鹽邊小菜、媽媽的味道 如果喜歡自己動手煮的朋友 也可以過來看看這裡有沒有你適合的食物 韓國街也有很多間好看的cafe 剛剛走的時候已經覺得這間店很漂亮 想進去試一下 平時吃完烤肉在附近逛逛休息一下 和朋友喝杯都不錯 又不知道大家多久沒來過韓國街呢 又吃過什麼鹽邊味 或者你還知道廣州哪裡可以吃到正宗的鹽邊味 歡迎大莫評論一下 那我們就下期再見了 拜拜